印象最深刻 印象最深刻还是 以前就有小朋友 我们在开不同东南亚语言课程的时候 就有小朋友自己从很远 拉着他爸爸 然后希望他从内湖 这样子开车 载他过来这边学习 一起加入这边其他的新住民的团体 还有小朋友们的课程一起学习 那他的意思是说 有一天他做梦梦起来 就觉得自己是东南亚 上辈子是东南亚的朋友 他是泰国人 那他重新在台湾这边想找回讨到自己的记忆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們成立這個協會是希望在台灣的民間有一個柔性的 而且是向上的正面力量 然後過去談到移民工的議題都是感覺比較沉重的 要爭取權益 那我們是覺得在文化人權方面 移民工也是很有這方面需要為這方面努力的必要 那台灣社會還有一點缺口 希望成立這樣的協會一起努力把它努力 就是住在這邊的居民 我住在桃園車站或我車站 然後沿坪路上12巷那邊裡面進去 然後我每次兩三年級這樣走出來 都覺得這條路黑黑暗暗的 然後我起假日常常很多移工都在這邊聚集 有時候在那個路口 那以前那個地下道還沒有封起來的時候 哇一堆一堆的那個移工 尤其假日那種感覺很不舒服 每次我要出來我都快速的閃過 然後就覺得很不安全 那種心情又感覺又很不好 所以說哎呀 我怎麼會坐在這個這樣子的一個地方 就是反正就是不舒服 我來自越南的南部 胡志平是離我家鄉兩個小時的路程 叫西南省 對 我來到台灣呢 就從二十一歲到西南省 那算算也是二十二年 快二十二年了 大家好 我是江麗揚 我來自泰國 已經來台灣 今年是第四年了 大家好 我叫陳麗珠 兒童的陳 美麗的麗 珍珠的珠 我來台灣大概已經二十一年了 到現在 然後我從伊尼的國家來的 可是我是伊尼的國家的另外一個島 叫加里曼丹的島 現在是三十一年了 賢慧使命是由大家 新住民還有移工們 大家其實在草窗的時候一起討論的 希望說在這裡 我們可以舉辦更多的課程 然後也可以跟 成為一個台灣社會的對談窗口 如果說台灣社會或者是政府 其實他們有一些想要 想要傳達給新住民跟移工的一些意見 可以在協會裡面 有不同語言的人互相翻譯 把這些意見 協會的討論出來的一些事情 可以讓移工跟新住民 可以回去他的社群裡面 再去繼續跟大家宣傳 這是算是一個台灣社會跟新住民社群的 中間一個小小的窗口 大家一直覺得說這樣的一個磨合是蠻有共識的 隨著年紀的增長 終究要面對死亡的問題 但 生從何來 死又從何去呢 何處才是他長眠的所在 台灣還是越南呢 這個問題始終是他心目中打不開的結 永遠沒有一個正確的答案 永遠沒有一個正確的答案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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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